比利,詹姆斯有農迷哈登文彼得,杜兰特有布克,库里下塞季有谁才能卷土重来啊 杜兰特有布克,那你这不开玩笑 你这讲话,杜兰特有布克,杜兰特谈不到有布克吧 布克有杜兰特,这倒可以 再者一点,你要说杜兰特有布克 这也没啥太要用 因为你像太阳队现在阵容奉献太薄弱了,打不了太远 你竞争不了冠军的话,你有没有的话,有啥关系呢 那你包括一些比较弱的球队 人家阵容上也有双子星啊 你都打不进基督促,你谈啥呢 那你这么讲,唐使还有爱德华使呢 没用啊,基督促就干到首轮 你这有没有谁关系呢 所以这个有,有也没有,其实都一样 哈顿和恩比德,这个确实,哈顿和恩比德 恩比德有哈顿,他俩共同彼此拥有吧 詹姆斯又能为,同时库里下赛季有谁啊 库里,下赛季啊 因为库里,他怎么讲呢 对于勇士队这个阵容环境啊,并不是特别挑剔 那就实在不行,当然,你如果说一名球员竞技端态已经不行了 那这支球队想要正贯的话,就肯定得走向下一个方向了 原本人马呢,那你如果说老麦不砍了,没有办法 你也得该退退啊,该交易交易啊 这就是NBA联赛很现实的逻辑 争讽啥呢,你说公牛队 有感情啊,说是各自球队都挺有感情 这个工军球员必须得一直留队 那你现在蒂姆邓肯怎么退役了呢 你咋不让邓肯现在对内白领一份工资占个名额呢 你不关心吗 不是这个球队当中和亲老将 但凡有点这个履历自立的 你都必须得留嘛,那不可能 蒂姆邓肯现在已经打不了球了 那就得退役了 你要不要跟那托尼亚轮位这么灰虫也剽弃了 打不了,那你就走吧 麦克尔乔丹不也是吗 你现在棋材队还可能继续要他嘛 不要,你来干啥呀 所以你即便麦克尔乔丹在公牛队 还想打,还想上场当球员 没有你位子了,你也打不了了 这个这个岁数 在场上打球能不闹笑话呢嘛 所以你要是已经不行了 那就得是离队了嘛 接下来你就隔离,交易离队 然后呢,空调,目的 如果有必要 也可以考虑动一下乔丹铺 但这个乔丹铺 你说的话你在下一个勇士阶段 你要自动他的话 挺有一定的风险性 你要动他的话 那就得是大脚翼了 看你能策动谁了 弄来保住乔治 但说乔治这个级别 尤其病痒痒的这个体格 动他 要他没什么太大意义 弄来谁呢? 争取引进志姆哥 看志姆哥的意愿吧 志姆哥或许在熊队也干够了 之前那会儿 看见志姆哥院面走了 熊队是不是要走向重建 如果是的话 全力装许拿下字母 哈哈哈 你这么长得不妥了吗 所以库里得有 库里有字母吗 这么长的话 那就比较强呗 可以考虑弄来个字母 呃 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 还或者可以考虑弄来谁呀 杰伦布朗 看看能不能试探一下 因为现在勇士队正中也是有牌的 空价目的嘛 都属于潜力新型 然后还有未来的数字选选 可以考虑拿三个四个 换来杰伦布朗 杰伦布朗还挺能倒 乔丹普尔给你 说是乔丹普尔 联系当中长国下机舰的莫兰特杀手 把乔丹普尔给你 能狙击加兰的所在 与利拉德同场对比 乔丹普尔嘛 送楼 换回来换回来 这个 换回来这个杰伦布朗 可以考虑这么换 STRY0116 宇哥看有新闻说 勇士修赛基寻求交易得到字母 这个交易可能像搞 我们如果成了 勇士修赛基能打到什么样的高度 我感觉字母也差不多吧 愿意跟十重库里搭档一回 因为字母哥放眼释放呢 自己老大冠军哪没拿着呢 已经拿着了 那你说再拿的话 在 雄鹿队内啊 看起来越来越难了 因为雄鹿队就这样 小市场球队不舍得花钱 米德尔顿和这个朱霍迪呢 米德尔顿是并歪歪 霍迪呢 他本身 防强 但是拱弱 就在期间 你看没看到关键球吧 你也指望不上他 那这下怎么办呢 如果说留守原地的话 后续将无力施展自己的 鸿途大业 想争夺冠军呢 留守雄鹿看起来 争夺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尤其雄鹿队现在 基本上该次的薪水功力 都已经吃干磨尽了 后续阵容只会变得越来越弱 那这种歌 你只望他突然练出来 三分远色 不现实 因此这会儿最好找一个什么呢 目前尚存能量的 但是呢 年龄这块又比较偏大的 自己去了之后 甚至可以什么 对内的 正常按照自立排序的话 对内的老大资格 可能说还是人家原来当的这个 但是自己的比赛能量呢 或许能够适当的凌驾于 自己的下一个 主要的这个同伴之上 所以加盟勇士 你跟库里携手搭档 那库里绝对有这种格局的 来了之后可以 那你就是在勇士队内 攻防两端 你可能能量更足吗 那就为了让你打 可以 战术地位这块 以你为中心 也不是不行 因为勇士队 如果说想要引进 字母哥的话 这种体系就会彻底进行 大到阔斧的改变 那打就不一定是 之前那种传奇的体系了 你包括克莱汤姆 才能不能留队内 那都不一定了 那都得进行一番交易 争取换一些选用选之类的 集体打包 换来字母 撬动字母的交易 差不多队内最多 也就留一个颅泥 好一好点 有可能把空间也留在队内 或是目的 留这么几个年轻球员 他们有薪水功力气的 暂时可以为勇士队所用 勇士队就得缩咖一切了 我感觉如果交易字母的话 用这个乔丹普尔 往外送走 送到什么这个活财魔术之类的 换手里选用选 他们肯定是愿意给的 乔丹普尔人挪活 数挪死 因为在勇士队 他跟格林不对 同时他这个打法呢 在弱队的话 可能说起码数据积累啊 这方面会看得更加显眼 有利于他施展自己 这个比赛才华 在一个更开阔的平台之上 展现自己 除了乔丹普尔送走 送到立下烂队 换了两到三个手里选用选 然后呢 在这个把目的 库中加之类的 实在不行 都可以倒到脚异 在配球中 背了一个大把选用选 这种当中格林的克莱汤 那就任军挑选了 卢尼尽可能的保留在队内 维京士呢 实在不行 也可以考虑送走 那会就是队内 除了库里和卢尼以外 其他的任何选项 都可以选择交易 甚至卢尼也不是不能 不能这个 甚至卢尼 他也不是绝对不能动 因为卢尼 是打的好点 而且之前那会儿 也是僵醒了 但是如果是面对 字母各的诱惑的话 谁也无力拒绝 那就是调动对内所有资产 争取撬动字母的合理交易 让库里和字母得以 在库里职业生 残存巅峰气 这个尾巴的阶段 与字母形成一种强强联手 这么打的话呢 勇士队比赛 肯定是老好看了 而且他俩甭管说 谁在 领军一帮缠着 一帮普通的 这个边缘球员 也能维持 长尾赛不错的战斗力 技术赛期间 就别让他俩打 其他队员基本都能激活 你只要挑几个 攻防两端 多少看起来可以的 投篮这块不是黑洞 起码命中的35% 防守还行 数字不是说那么特别差的 像这种运动员 通常值不了太多钱 也不是说那种顶级散地 你挑一下这些 身高尺寸这块够个的 萧萧木宇 只归题 宇哥 我是詹姆斯球迷 非常喜欢听解说 如果今年胡人 侥幸接了下一轮 能不能不要在中场的时候 大力很多詹姆斯了 我也没有很多詹姆斯 只是当时詹姆斯 看起来有几个选择呢 确实 当时可能说 感觉自己手感好啊 再者说 我们可能说 对于詹姆斯的 这种理解 更多集中在 当年他在 风采英智了 或者说之前那会儿 上一轮比赛 面对这个灰熊 最后阶段 一是长回赛期间 完成的一个高打板突破 二是加十赛期间 最终能够让球队的领先 有势达到七分 连续两个突破 把这个比赛 悬念给受掉了 所以对于詹姆斯感觉 是不是还得 关键是个突一个 突不了了 现在詹姆斯年龄大了 更多通过投篮 去解决问题 也不是不行 视野仍然在 传球能力传导 打配合 让作为年轻球员 承担更多责任 防守端指挥调动 浓媒防守端 阅读能力 可能说没那么强 詹姆斯调动他 将一来 防守资源也得以盘活 打得非常好 其实 而且最终 不管打得赢了 你发没发现 今年詹姆斯 他这个比赛特点 更具备一种 就是观赏性的感染力 就詹姆斯 今年整体流露出来 是什么呢 已经看透一切的 这么一个 真正的 思想境界升华到 一定高度的 这么一个老球王了 他现在不像说 当年那会儿 对于很多 眼前利益 对于什么 联系当中 这种奖项的争夺 有那种 非我即比的 那种绝对的 敬畏分明的 那样一种 强烈的竞争态势 有那种强烈的 那样一种 本身 给人带来一种 威胁感的 那样一种场上形象 现在不是了 现在勒布朗 詹姆斯 无论面对 什么样的争议回合 看的通常都是比较大的 心境这块 放的这个高度 比之前 看起来不是两种人 是属于是两种人的 之前那会儿 你给人的感觉 是詹姆斯什么 基督赛界一倒 好像说这个人 为了这个胜利 就是我要全力以赴 我眼中只有胜利 我一旦说赢了的话 我可能说 就流露出内心当中 的狂放一面 狂傲一面 一旦败了呢 当时可能说 对于对方来讲 自己可能言语上 也并不留 太多客气 但现在不行 现在詹姆斯 确实场上 与上观金之感了 自己既有 就是年轻时期 遗留的这种 这个雄之英法的 王者渝伟 同时呢 还有一种 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那样一种 文人气质 现在詹姆斯 随时文武见倍了 这个阶段 现在的詹姆斯 比赛更好看了 我评价一下 小熊卵塘 杜兰特 爱顿 软用程度 历史排名啊 小熊卵塘 突然他爱顿的 软硬程度排名啊 爱顿这个 你要说他 是软是硬的 爱顿 他其实 性格这块 也是挺硬的 整个硬法呢 敢于向队内的 重新划分 权力资源之后 牺牲自己的 目前这种 队内的环境 敢于锁步 你要很多人 就职场经常 容易被POA的 人家说两句 为了团队 你在队内的话 咱们叫争夺冠军 你能不能牺牲一下 薪水 爱顿当时 横眉冷目 断然拒绝 根本就没有给 克里斯保罗这种 队内的老将 什么蒙蒂 好像说这个 孤名钓鱼之人 在联系当中 做一个主教练 还劝自己 会下的爱将 牺牲薪水 你咋不将心呢 爱顿当时 就断然于拒绝了 就这种行为的话 也算是 勇于职场之内 的不挣之风啊 说不 再走一点呢 你看在比赛场上 自己没有出手权利 所以说 你多年特来了 就一场比赛 投个三四十四 差不多 一场比赛 基本就出手 个三十多次 大量的出手 自己一场比赛 出手只有六次 零行个数了 凭什么我 做出这么大牺牲呢 那今年你真说 太阳队 一定能够 争得冠军吗 这不扯淡的吗 因为他俩的体格 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你大量 这么用人 保罗已经上了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杜兰特让他 大量这么烂撇 后续杜兰特 是不是也得上呢 爱顿他名字 就是球队 最大的弊端 和这个 救赛基点 前进的撤手之处 到底在哪 球队的命门 舌的七寸 到底在哪 所以爱顿感觉 你要是大量 不让我出手的话 意思是影响 我个人的比赛参与度 二是对于团队 也不见得有利 所以爱顿 也是对于 这样一种行为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有一定的反抗意识 爱顿 你像志强比赛 太阳队 主场 联想拿两场 爱顿心里明镜的 靠裁判 这种赢法 那不就是净花水源吗 最终你不还得败吗 一直都说我软呢 你这种打法 没有结果的 最终形成不了 球队 争夺冠军的 最终价值的 所以爱顿 也还行 就是起码 他是懂得反抗的 这一点的话 不算太软 那你看当年 多伦特在勇士队内 遭格林POA 多严重 生了不敢扛 当时的多伦特 你说性格方面 他俩谁硬 爱顿志强 也只投过敌吗 没有 多伦特投过敌 多伦特找到格林的POA 当时软了 爱顿软了吗 根本没软 因此你要说 这个谁硬啊 爱顿性格 真是挺硬 其实 就他是在场上 你可能说 打发软 多伦特不软 你看一碰就离了歪鞋 他不软 打发上的话 他俩各自有各自的软 性格上爱顿是比多伦特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小熊软糖 小熊软糖的东西 毕竟是有点胶皮 那种属性的 你说小熊软糖 他跟皮肤相比的话 怎么个硬软呢 小熊软糖皮肤是硬的 那东西 那不是说一碰是属于那种果种的质地的 因此小熊软糖也是挺硬 多伦特的话 肯定没有小熊软糖硬啊 因为他那一身皮肤 那也不是说亮过这个铁幕色 没有这小熊软糖硬 一划 拿小刀一划 小熊软糖不见得被划破 多伦特皮肤一划一个口 所以你要说 因为你跟小熊软糖比 那你说啊 我精神比他硬 你好意思那么比吗 小熊软糖没有精神呢 人家就是一审这个 软糖 就那种东西 他唯一能拿出来比的 就是我本身这个质地 小熊软糖没有别的 我只有本身的质地 那咱俩是不是就这么比呢 你要比其他的 对于小熊软糖也不公平啊 所以多伦特 没有这个小熊软糖硬 小熊软糖是比多伦特更硬 就于说小熊软糖跟爱顿到底谁硬 爱顿有他硬的一面 他作为人 他起码精神属性绝对硬 小熊软糖也有他硬的一面 他俩算打个屁了 多伦特垫底 蒂西爱胆 宇哥 今年总决赛会是黄绿大战吗 如果詹姆斯先过库里 再过多伦特 再拿一贯 能稳住历史第二吗 总决赛会不会是黄绿大战呢 有可能 因为黄呢 从这样是应该能够直通总决赛了 约吉接下来下一轮打不过詹姆斯 因为之前那会不是没交过手 当年就交过手 而且那个阶段的约旗身边阵容啊 起码板凳深度是比现在深厚 今年的约旗呢 板凳替补 没有之前强 比较优秀的就是首发阵容 多了一个这个 麦克尔伯特 就他属于是一个战力 其实阿隆格登都不算一个尺度战力 因为阿隆格登 防守也是那样 进攻段呢 他没有太强空间能力 十字球之强 麦克尔伯特是挺强 但就在这几年呢 他打的没有那么这个 发挥没有那么稳定啊 白人射手似的 虽然说他是有黑人血统 但打的一块像白人射手那风格 一旦说面对胡人呢 那还是当年那个剧本嘛 那就算说勒布朗詹姆斯老了 但詹姆斯身边的榜首更多了 农媒今年工手转换 打出了当年园区农媒那般的 发挥效果了 所以胡人队今年大概率 干净总议赛 所以说绿啊 十字球之强啊 目前率他也大概率能干净总议赛 因为费城哈登 这个到底怎么使用 李胡子 那就得让他思考 让他抉择了 恩彼得能不能干预 就在比赛当中 战术地位落后于哈登 这些事都是值得这个画问号的 那就看费城汽球人 其实能不能根据现实角度出发 做出切实有效的调整和改变了 但这个事不一定能做到 而且即便你改了 卡尔伯特是不是一定怕你 这也不一定 所以卡尔伯特人目前也是在东部 最有可能干净总议赛 所以很大概率是黄绿大战 黄绿大战 至于说你先过库里 过杜兰特没有意义 接下来那不是过杜兰特呀 咱们是整个直接中央 打杜兰特就打了一次 就在2012年的时候打过一次 身世很少嘛 后期就没打过杜兰特了 因为你打的是谁 你不得是跟对方的花式人讲吗 对方下边的一个小老弟 那你能说我是把他给打了吗 那你这个就差点了 挑个大个的打 就在今天要是打 也是跟库里打了好几回 这次又是跟库里再度交手 夏伦即便太阳队能够干进这个分级战 打的也是登附克呀 有仇报仇远报远 当年我被德文不可打了 这回我复仇 就这么简单 就是杜兰特到底在哪 那无所谓 再拿一贯能不能稳住历史店 现在就稳 在那一贯更稳 但冲击历史的意义还不够 这也西游币与个我和朋友说 勇士应该不打纯节 换科绿谱 他和我说勇士不能忘本 还说太阳结晶 谁赢谁冠决 还说杜兰特是勇士老大 是客观是直 他兰特粉 说勇士不该 你和朋友说勇士不该打纯节 换科绿谱 他和我说勇士不能忘本 换科绿谱 换科尔 格林还有这个普尔 把他们都换走啊 都换走不行啊 格林换走差不多了 普尔换走 你看你撬动的是 多大规模的这个脚翼 要不然你都会换走 那你勇士现在对那留谁啊 汤姆森就现在这个竞技状态 他更没人了 只要是把格林换走 我感觉小南普尔 肯定是会好好打的 要不然的话普尔 他绝对不好打 他俩反正是 这俩呢 没法这个共处一片天地 他俩不共带天吧 这么讲 或者说不共带队 那只要说在同一支球队效力 互相之间 彼此也是一种内靠 更一世的环境 也绝对好不了 他俩肯定是不能同一 在同一支球队 考虑到普尔跟维基斯 俩人失交甚多 你要是洞普尔 维基斯很有可能 人家不满 因此洞普尔这个 不一定好 看情况 看交易规模 最后勇士不能忘本呢 忘本 你要说忘本的话 那是不是绝世队也忘本了 那绝世队现在打法 是当年那个什么 党赛组合吗 不是 现在都改变了 与时俱进 你什么叫不能忘本 那叫什么 那叫不识进取 那叫固步自封 所以不叫不能忘本 所以勇士的本身呢 就得结合习局 目前联赛当中心的形式 球队当中 暂时残存的这些球员呢 他们目前的身手特点 你制定一套 有利于这套阵容 打出最强硬比赛发挥的 新的阵容史路 新的这个战术史路 得改变 至于说这个 绝境太阳 谁冠军 谁赢谁冠军呢 绝境太阳 谁赢谁冠军呢 这是可笑了 绝境队的话 倒是有可能 你要说绝境 要是拿下太阳 有可能拿冠军 这部戏 太阳对可能吗 太阳现在 基本上还是大量的 就仰仗 卡文多连特 出场往上 硬堆十点 你这么打的话 后续你听我的 没错了 你听我的 后续多连特 兼职不了当事 不是我乌鸦嘴 而是太可惜了 多连特今年 是不是 加盟太阳 原本以为 这是西部排名第一的相对 没有想到去了之后 自己干的 仍然是重体力活 他现在总算是感受到了 当年哈登 加盟兰网之后 受到的那样一种 歧视性的待遇 基本不拿他当自己 拿他当个长拱 那么用 是不是 所以杜兰特 兼职不了太长时间 这么个用法 开阳根本走不远 那不可能 军队的冠军 最后当年 勇士老大是杜兰特 你问菜的GPT吧 你问菜的GPT 当年勇士老大是谁 人家就立马给你个清晰大了 你不相信我 你相信人工智能吧 人工智能 你也不相信 那你相信谁 你要是盲目的 只信自己 那你得只信自己 只信自己 那你讲出来没啥意义啊 因为你脑海当中 你说啥子都是对的 你要是只信自己的话 你感觉你比乔丹强 你只信自己 也没有问题 无聊看看B站 这个静兵老师还记得我们 好久不见 哈登今年FMAP概率大不到 先贷款冠军呢 就是这个 今年的 有点印象 16级有点印象 至于说这个哈登 今年FMAP概率大不大 先贷款冠军呢 如果说真是能拿冠军的话 FMAP啊 哈登呗 那肯定是大有机会啊 为什么呢 因为哈登 他这个全球 能够调配全队啊 助拱术这块非常夸张 得分表现 也绝不底下 因为你要了解 哈登一旦用战术地位的话 金箍端无相开火 恩比德甚至都有可能 恩比德能保证什么呢 作为一个 内线有单打能力的 这么一个掩护 党材配合空前顺下的接应点 他能打出 差不多28加10的数据 而哈登呢 完全有机会做到 30加10的 哈登届时啊 一族先生 如果你想赢 哈登大量穷全一支撑 场军出手25次以上 哈登的场军都本就在 如今这个联赛 比较偏软的吹罚 环境之内 干到35加10斗戏 所以那届时 FMAP有戏 他跟恩比德 基本上差不多这两呀 各战半壁将杀嘛 但是恩比德如果说 他真是 私行作祟 要争爱分批了 那就这个 冠军都没了 恩比德如果要争爱分批 那冠军都没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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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